麒麟和龙都是差不多的 它在我国的地位特别高 对我们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不过我们到现在 并没有看到过真正的麒麟 只是在电视剧和小说中了解过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人们一直都在纠结 麒麟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如果它是真实存在的 那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 就在我们感到特别不解的时候 有很多消息传出一位老汉 在深山里挖草药 不料发现麒麟巨兽 专家鉴定后目瞪口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快点来瞧瞧吧 根据我们的了解 这位老汉就住在山脚下 他每天都会到山上采草药 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 当天他就像往常一样到深山里采草药 但他在采草药的过程中 天突然暗了下来 下起了大雨 在慌忙之中 这位老汉进入了一个洞穴 发现了很多麒麟巨兽 还有很多宝藏 这让他感到特别震惊 觉得这里面绝对不简单 等到雨停后 老汉就立即找到专家 希望专家能帮忙鉴定 而专家鉴定后 更目瞪口呆傻眼了 原来这位老汉发现的一个地方 是一个祭祀的地方 它已经有好几千年的时间了 在这个洞穴里 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标记 应该是远古部落的标记 专家看到这些麒麟巨兽 是特别兴奋的 这些东西的收藏研究价值 都特别高 对考古专家研究 古代时期部落的生活和习俗 有很大的帮助